名门天后,不是网门千金,大家好,我是天后 每天如果说日常收菜20分钟 那么就有10分钟是花在了爬塔上面 不过只是时间花久一点的话还好说 怕的是什么,是打不过去啊 仙人五摔这个爬塔难度是真的有问题 比困魔镜的怪更加高攻低防 反正不是你秒掉他,就是他秒掉你 你要是没迅速清掉怪,被多个怪围起来 那么你几千上万颗都没有用 他直接反手就给你秒了,伤害就是这么的顶 所以如果你开局没有控住他们 或者说他们的起手机没有打在零售上面 那赢的几率真的是很小 而且有些关容易,有些关难 往往打那么十几次就是为了一次会心 不说了,我现在都不想爬塔了 有些关打十几次都打不过去 你要我调神通,你这是要了我的老命啊 我实在是懒得调了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悼年战士是什么意思 悼年战士说的就是我这种 普遍是指大千世界的一些老玩家啊 当然不说大千世界的都是悼年战士 我举个例子大家应该就能听懂了 比方说雷霆村里面有卖两个号 一个是1.3兆,一个是1.4兆 但是1.3兆的卖得比1.4兆的还要贵 一般来讲价格和战力是有很大关系的,没有错吧 那么经过仔细一了解呢 发现1.3兆战力的那个是四万到年的 而1.4兆那个呢是五万多到年 也就是说这个战力是靠时间磨出来的 所以他卖的就要相对便宜一些 包括有些人说天后你好厉害啊,居然已经万法了 那我只能说这玩意纯靠时间磨出来的 你挂机时间够久,你也可以 所以虽然我这个战力比较虚心堆上去的 但有时候也能打得过一些1.3几兆,1.4兆的 但同时也有可能被一些后备的1.2兆吊打 那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的一些系统战力较高 比如说我的零售可能会比一些四万多到年的高上个一千多亿 但是一些重要属性呢是可能比不过那一些一分钱一分钱磕上来的磕老 到年战是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啊,最好不要多用 说我没关系,但是不要说别人好吧 当然年轻人还是要讲武德的,要尊重一下我这个老同志 好了,散会